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是周末了 我是李少邦 今天的星级故事秀呢 由我一个人来为大家主持 本来说好了是我跟河大拿一块 结果他非得上香山钓鱼去 拦都拦不住 您还是听我一个人说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 你怎么意思 你在这呢 告诉你一件可乐的事情 你先等一会儿 你不是上香山钓鱼去了吗 是你这个脑筋有问题啊 还是我是傻 那山上能有鱼吗 那你干嘛去了 我在海里的爬山 怎么好那样 这有什么事 这不都你说的吗 把我气糊涂了 我呀 告诉你一件可乐的事情 什么事情把你兴奋成这样 我临来的时候在路上啊 摔一大马趴 保持严肃 摔一大马趴 摔一老头钻被窝 你也没什么可乐的呀 您听我马上说完了啊 摔一根都不要紧 我点了一样宝贝 就这个啊 PASS牌 还PASS牌呢 对 您就说扑克牌就得了 对对对 就这个啊 宝贝 没人要的扑克牌 您也拿它当宝贝 这怎么会没人要啊 那这怎么样 这不是一般的扑克牌 这是二般的扑克牌 三般的也不是啊 那这怎么个扑克牌啊 这是魔法扑克 能够预知未来 这在魔术里叫预言 英文是 普 什么普 普什么 说不上来就甭说了 英文那是 你不懂 是 我也不明白 那您算算 拿这魔法扑克 给我算算 我什么时候 能正式的当上主持人 好 请你闭上眼睛 好 集中的精力 看着我 这不像话 闭上眼睛 还集中精力 我给你掐纸 预算一下你的未来 那可以 不要受外界的颁端 是 是 哎呦 说您这怎么意思 不是掐算 掐算 掐算 掐谁的呀 掐谁的 掐你的 掐我 哎 我以为掐你的 这都不明白 哎 正格的 怎么 你想预知点什么 我能不能正式的当上主持人 没戏 我掐算出来了 没戏 我没戏 你也没戏 我招你惹你 废话 你会算不会算的 我掐的不是很准 哦 哎 掐的准的 谁呀 那得说是我老师 您老师是哪位啊 魔法大家王语啊 王语啊 我忘了 那我认识啊 认识吗 认识 这么着吧 啊 咱们回也回 咱们瞧瞧 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不服 来 这是我新拿的牌 我们用他们的牌 这是我自己的牌 他现在强调这个啊 你这个牌质量太刺了 这个牌你是五毛钱在门口买的吗 但是 这个巨物怎么回事 你叫巨物 怎么都买这么刺的牌呢 刚才我有在后来听说 柯明老师是不是给你们召了一个读心术 对 好 今天我也带来一个读心术 但是